一人江若琳和老公萧润邦 谭信兰小花跟男友Tonic主因赵善恒 2月23日到香港中环 分别以夫妻情侣党的名义出席活动 日前有报道指 江若琳肚子隆起疑似有怀孕 江若琳受访时笑颜连自己都不知道 萧润邦更搞笑的表示恭喜 突然我被怀孕 没有怀孕我们也很想 然后可能是昨天我已经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好多朋友打来恭喜我 然后就好奇 恭喜我什么 然后恭喜我怀孕 我说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其实很希望啦 但是随缘现在还没有啦 有的时候肯定会跟大家说也瞒不了啊 然后看我现在精神状态多好啊 然后跟斗都能翻几个 你觉得我怀孕吗 所以我都有恭喜他 我都有恭喜他 但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呢 他就发那个新闻给我 新闻给我我就觉得很好笑 对他会留意一点拍照的角度 对然后可能大家比较比我们更渴望 我们有孩子 所以他们就会经常觉得是不是来了来了 这样子但比你还没来 像若琳今年32岁 要生孩子的话 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耗 不过他在结婚的时候已经表示 今年的目标是生个猪宝宝 算算日子 其实也得抓紧时间啦 昨天我才跟我的家婆说 我说大家留意家婆开始有压力了 因为他昨天看了新闻 然后他就说今天我炖了乌鸡汤 然后呢就会就会 就是可以对那个就是你们准备生孩子 然后我说我家婆开始给压力我们了 模方全媒香港报道